最近数码博主科技美学发了一条diy苹果折叠屏手机的视频 从视频上看 该手机是完完全全做到了折叠效果 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苹果折叠屏手机 苹果其实一直都有曝光关于折叠屏的新专利 不过折叠屏iphone的发布一直遥遥无期 网上有网友制作出了折叠iphone的概念视频 甚至还有配置的猜想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据网上的爆料称 苹果首款的iphone折叠手机 被命名为iphone153 采用直屏上下翻盖的形式 和华为p50pocket差不多 从该机的外观上看 造型非常的惊艳 背部是预霸型的镜头模组 采用4800万像素加1200万像素加1200万像素的三色组合 旁边还有一块副屏 和华为p50pocket的功能类似 内屏是一块6.7英寸的120Hz高刷屏 还有Promotion自制应高刷 采用和iphone14pro系列一样的零动导设计 处理器是A17满血版芯片 不过续航依旧不尽人意 3400韩时的电池和25瓦的有限快充 以上爆料的真实性 还有待考证 所以大家看看就行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 请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见